一个大气角洞在墨西哥湾西部行程 有40%的机会强度升级 请看记者Niko的报道 墨西哥湾西部地区一个大范围的雷暴雨 正在往西北方向德州海岸移动 国家飓风中心目前预估 如果条件对发展有利 有40%的机会强度升级 不论它是否发展 从星期五下午到星期六的白天 都会给我们带来至少零星的倾盆大雨 高降雨率以及风暴的缓慢移动 意味着可能会发生洪灾 狂风和沿海的洪水 也可能是沿海地区居民将面对的一个问题 根据NOAA的最新展望 2021年大西洋颈风季将会更加活跃 虽然不会像2020年是破纪录的一年 专家预计今年将出现13到20次热带风暴 6到10次飓风和3到5次大型飓风 一般来说 飓风季节从每年6月1号持续到11月30号 但在这段时间前后也可能形成飓风 并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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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并还并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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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并